在我们开协调会的当天 然后进去协调会场之前 那就有友台问我说 他的原文是说 罗志祥比较支持党员加上民调 那你怎么看 那当时我就回答他说 我反对纳入党员的原因是因为 全民调才是比较符合大选结构跟方式 那全民调出来的结果 会比较趋近于大选的结果 因为并不会有排率的状况 这是大选真实的情形 那既然我们进行初选 就是希望在大选之前 可以选出一个 大家最能够胜选的候选人 那当然必须要符合真正选战的情境 那我们去做初选才有意义 那我觉得智场熊 如果很在意这件事情的话 他其实可以在最一开始发一个简讯 或者是打通电话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 任何形式下面聊开 但是他在凌晨三点半的时候 发了一篇文说 似乎有这个误会 那我也只好在这个 清早七点晨起之后 也只好撰文来回应他 那从此昨天一来一往之后 他总共发了四篇文 那我大概写了两次 那主要是因为他四篇都有指明告信 那我如果不回应 是不是其他他的支持者 也会有其他的意见 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一个说明 但是我立场很简单 不管这个初选我们有多少的看法奇异 初选过后不论结果 我跟智场熊一定走在同一条路上 这个是我从头到尾不变的承诺 这也是小小的一个误会一场 没有真正的谁对谁错 那总而言之 话把它解释清楚 规则确定出来了 那我们一起都是在全民调的规则之下 一起继续努力 然后来打这一场初选